小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堂课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位置 提到位置这两个字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内容包括 知道了一个物体的方向和距离 就可以确定物体的位置对吗 那本堂课要学习到的新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堂课我们要学习理解 用数对来表示点的位置 以及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则是要理解 如何用数对来表示你的位置 数对当中的每一个数字 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 而本堂课的重点和难点 就在于与日常生活联系的非常紧密 如何用数对来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幅图 上课的时候有同学向老师提问 那老师就说了张亮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要看一看 老师说张亮同学是第二列第三行同学 那老师是怎么知道张亮同学的位置的呢 就是应用了这样一张图 我先把这张图分别标上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 一直到第五列 再按照行标上第一行第二行 一直到第五行 把他们标清楚之后 老师就利用了先数列的方式 发现张亮同学的第二列对吗 第二列 同时他又属于第三行 所以确定了他的位置 也就是图中标出红色部分的位置 就是张亮同学的位置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张亮同学在第二列第三行的位置 在此我们就演出了数对这样一个概念 一种新的表示位置的方法 第二列我们就在数对的第一个数字上写上二 位于第三行就在数对的第二个数字的位置上写上三 并且中间用动号分开 用括号过去来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想一想 用数对表示位置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刚才的例子在一个课堂上找一个同学 如果数对能够清楚地知道它的位置 我们就能够知道 用数对表示位置的时候 能够非常方便地找到某一个点的位置 同时 用数对来表示位置 还能够直观地看出 各个点之间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 比如说 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能够举出其他的例子 用数对来表示吗 火锅的围棋 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围棋的棋盘上我们发现 横坐标上它分别用数字1到19来表示 而纵向呢 它分别用大写的数字1到19来表示 这样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确定 席子的位置了 同样的我们非常熟悉的 金纬度 地球移上也好地图上也好 我们都能够见到金纬度对吗 通过地球上的金度和纬度 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点在地球上的准确位置了 比如说我们的首都北京 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北纬39.9度 东京116.4度 用数对来精致地表示出一个目的位置 那么在用数对表示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 我们要先在图上标记好 横纵轴以及它们之间相应的间隔 这个数对包括横轴 竖轴 纵轴 第二个我们在写坐标的时候 数对 两个数字对吗 我们要先写纵轴对应的数字 再写横轴对应的数字 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才能够写出正确的数对 表示出位置 好了 通过讲解数对是如何表示的 以及它的意义在于 能够更清楚准确地表示出 某一个物质的位置 我们再来做几个小练习 广告一下 看一下 里面大夫说先抓黄灵 黄灵在63的位置 看得出来是一个药房 对吗 每一个小抽屉上标出了很多中药的名称 我们看 包括五位子 治百步 苦行人等等 并且还标出了横轴与纵轴的位置 比如说纵轴 1到10 横轴呢 1到6 现在给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用数对表示出 麦东 当归 和五位子的位置 我们先找出这三位中药在哪里 大概 看一下 麦东 当归 以及五位子的位置 那通过我们刚才学习数对的知识 应该很容易解答 对吗 比如说 麦东 它在纵轴的 第四里 那横轴呢 它属于 第五行 所以麦东的位置 就应该是 括号 四 逗号 五 来进行表示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一下 当归的位置 应该处在 第三列 第三行的位置 所以用数对来表示 就是 三 三 五位子呢 在右上角的位置 它处在 第十列 第六行的位置 所以应该是 十六 好了 解决完第一个问题 再来看一下 第二小问 三七 在八六的位置 请你在图中 标出三七的位置 好了 八六的位置 我们首先要想一下 两个顺度代表的含义 八 代表的是 纵向 六 它找的是 红向 所以 第一个数字八 我们要来找 第八列 六呢 应该找第八号 所以说 三七的位置 应该在 这样一个位置上 对吗 再来看一下 第三小问 代表 开了一个好方 包括 黄银 卢根 桃仁 冬瓜子 古杏仁 智百度 这样一些重要 现在让我们 分别用数对 表示出 它们的位置 那根据前两位 我们应该很容易 解答出第三位 对吧 用数对 表示位置 最关键 就是要确定出 两个数字 所代表的含义 先写 纵轴 还是横轴 那好 我们举出 其中一个例子来 具体说一下 比如说 黄铃 这样一位重要 它应该在 这样一个位置上 它的位置 首先处于 第六列 所以应该先写 一个数字六 同时 它处于第三行 所以要写上 一个数字三 所以黄铃的位置 就应该是六 三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一下 其他几位重要的位置 分别是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 三区的位置 对吧 用一个五角星 表示出来了 刚刚的道理 卢根 二 五 唐人 八 四 敦瓜子 所处的位置呢 是五 一 还有苦青人 位于二 二 二二代表的 什么意思呀 第一个二代表的是 第二列 第二个数字 二代表的是 第二行 那两个数字 交叉点 就应该是 苦青人的位置 在这样一个点上 对吗 同样的道理 制摆布 位于 第十列 第四行 所以用十四 进行表示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道练习题 图中给出了几个不同的建筑物 包括商场 公园 少年工 邮局 体育馆 医院 学校 图书馆等等 现在张宁同学 给出我们这样一个描述 图书馆所在的位置 可以用四三来表示 他在学校以东四百米 再往北走三百米处 现在第一道题目 就要求我们 像王宁同学一样 来描述一下 其他建筑物的位置 那我们同样 以图书馆为基点 描述一下 少年工的位置 那少年工的位置 就应该是 他在图书馆向东 二百米 再向北走一百米处 就可以了 那再比如 我们描述一下 医院的位置 医院在学校 向东八百米 再向北走二百米处 就可以了 同样道理 公园的位置呢 如果以学校为基点 那么应该是学校向东走 九百米处 再向北走 五百米处 就到达了公园的位置 那像其他商场 体育馆等等 建筑物的位置 我们同学们可以在课下 来自己练习一下 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问题 王宁家在学校以东 三百米 再往北四百米处 赵华家在学校以东 八百米 再往北七百米处 现在让我们 在图中标出 这两位同学家的位置 先看一下 王宁家 是以学校为基点 学校的坐标是零零 对吗 那往东三百米 一二三 再往北走四百米处 应该是 这个位置 再来看一下 赵华家呢 同样以学校为基点 向东走八百米 到达了八这个位置 再向北走七百米 所以说 赵华家的位置 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 好了 再来看一下 你点小问 说上周六 王宁的活动路线是 三四 至四三 至六四 至三六 最后到达了 三四这样一个地方 现在问一下 他这一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反推的过程 之前我们学到的都是 知道了某一个建筑物 比如说知道商场 在这里 我们要求助他的位置 现在是我们要根据位置 来找建筑物 那同样非常简单 比如说三四 我们看一下第三列 第四行 再来看一下四三 那就是第四列 第三行 看一下这条题目是如何分析的 首先 其他建筑物的位置 分别已经标出来了 同学们下课可以检验一下 是否正确呀 再来看一下第二问 让我们标出的是 王林家和赵华家的位置 也用两个红色的三角标出来 再来看一下上周六 王林的活动路线 七点应该是家 然后他到达了图书馆 接着到达了少年宫 到达了体育馆 最后回到我家 好了 再来看一下第三道练习题 与刚才第二道练习题 题目很相似 刚才是一些建筑物的位置 现在给出的是一个学校的平面图 我们同学应该非常熟悉 包括体育馆 综合楼 图书馆 实验楼 教学楼和艺术楼 这样一些建筑物 并且 横坐标 纵坐标 都已经标出 比如横坐标 由0到13 纵坐标呢 由0到6 现在看一下第一小问 分别用竖队 写出教学楼 图书馆和体育馆的位置 首先看一下教学楼的位置 教学楼位于第六列 第五行 对吗 所以它用竖队表示出位置 就应该是6 5 那图书馆呢 它位于第二列第三行 所以它的位置应该是2 3 再看一下体育馆的位置 它位于第十一列 第2行 所以它的位置应该是 11 2 好了 解决完第一道题目 再来看一下第二小问 从实验楼向东走两格 先找出实验楼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向东走两格 1 2 再向南走5格 到达学校大门 向南走5格 1 2 3 4 5 现在让我们找出大门的位置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对吧 对吧 所以说大门如果用竖队来表示 应该是50 好了 再来看一下第三小问 让我们表示出 礼堂位置的竖队是 11 5 让我们找出 礼堂在哪里 所以看一下11是这样一个 第五行呢 在这儿 那它俩的焦点就应该是礼堂的位置 所以也很容易能够找出礼堂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图中 红色三角形 这是礼堂的位置 而这个红色三角形呢 就是我们刚才第二问当中 大门的位置 好了 以上内容 通过以上 练习题 以及立题的讲解 我们学习了 如何用竖队来表示一个 物体的位置 想必同学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竖队表示位置的好处 就是非常准确 非常清楚 而且也能够非常清晰地表示出 不同建筑物 构筑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了 那我们要遵循的原则 同样是 先写纵轴 再写红轴 并且中间不要忘记 用后号隔开 用括号 扩起来 就可以了 好了 同学们 以上就是本堂课的全部内容了 同学们再见